中小者去把這塊的應用在教學上比較少看到這些利用 在參考服務裡面,每一個管泰有做過數位點藏 大概都會有自己網站的部分 針對數位點藏的應用在參考的這一塊,像台大旅館泰寶他們的一些點藏的部分 在參考服務部落格去做一些介紹跟推購 另外一個是淡霞大學,也有針對社區服務的這一塊去做這個介紹 那我想說各位的主主館有沒有再針對這個數位點藏 既然國家花了這麼多的一些心血跟金錢 那我們到底有沒有把這一塊在我們的一些參考服務、推廣服務裡面 去把它應用推廣出去 那第四個就是數位人文的這一塊 那什麼是數位人文? 那基本上這一個應該是台大之前前館長向前提出來的一些名稱吧 我不確定這樣子講就對了 那基本上他就是要大量的數據、大量的資料 然後運用資訊科技來從事人文的這些研究 那這個部分 那基本上就是說 他一定是有人文的資料 一些文本的資料 然後還有運用一些科技 才能夠做的 那這個部分 那目前來講算是起步 我認為我們應該是在起步階段 雖然是從2008年之後 那時候已經有一些在討論 讓現在才慢慢看到一些成果出來 那他的一些架構大概是這樣的 就是從資料的收集、問題 然後資料收集、整理、然後取繞 然後還有一些透過這些資料大數據 做脈絡分析 然後還有一個視覺化的成選 這個我認為是蠻重要的 他在數位人文裡面的這一塊 這個是主要他的一些精神在這裡 然後再詮釋 然後再透過這個結果 再去反推 你們有發現一些問題出來 那這個部分是有關 數位人文的這一個應用 那在目前國內的網站市上 還不是很多 還是很多 證大 證大有在做一個 那像這個就是 我忘了是哪一個資料庫 那基本上 就是剛剛提到我們看到一些資料 也許它是人民的關係 但是人跟人之間 到底它之間的relation到底是怎麼樣 那透過這個數位人文 藉由科技 它可以把這個圖畫出來 那你就透過這個平台 可以很容易的知道說 原來這個人 跟哪一個人 跟哪一個人 是有相關的 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 那另外這一個是有關 台灣歷史 這應該是放置在台大 它也是一樣 就是透過人名或者地名 在補籍資料裡面 在哪一個時間點 它出現的一個頻率等等 那這個部分 就是讓我們以前 單單讀文本的時候 不容易去理解的 不容易去處理的東西 透過這樣的一些網站 透過這些數位化 可以比較容易清楚的一個了解 那另外剛剛提到 整個數位人文的 應用的這一塊來講 它必須要一些搭配 資訊的一些工具 那在這個DaccuSky 這一個平台裡面 它有蠻多的一些工具 可以讓我們去使用 那這裡有一個 應該時間差不多 大家看過西遊記嗎 那唐三藏去 去去取經 它路線怎麼走 各位知道嗎 不容易去想像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它怎麼樣 來 透過數位點檢查的一些資料 然後用資訊科技 怎麼樣去把它呈現出來 數位成本的一些效果 在跳上 室內 裡面 在這裡 也有很多 對 他們 是 走 如果 在這裡 過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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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